欢迎回来 大家还记得之前有两名NCC的卸任委员 他们写出了这个自白信 引发了轩然大波 那最近呢 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发言引发关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NCC卸任委员是不是又在放马后炮 这个前任的委员林立云 他就讲说 NCC的文官素质其实都很优秀 但无奈的是这个弥漫了失败主义 总是会听到这个科长在反映 修法不容易 所以在这个外部挑战者是 这个干预的力量太大了 导致NCC根本就是空有独立机关之民 这个话说的还蛮重的 那另外一名委员王维京 他有讲到说 回首他这个四年 在NCC任职的时候 他觉得好像是在演艺场魔戒 所见跟体验到的 都是权力的施展跟追求的样貌 他很难过的是这个政府 竟然还买单 堕落的腐败 还有跟正媒共期 不但不怕被批评 他认为真的是 很了不起啊 这个讽刺意味还蛮大的 所以他就有提到说 他跟这个林立宇 在NCC担任委员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立场是很中立的啊 在委员会是这个绝对少数的稀有动物 好像听起来在为自己洗白啊 永远都是2比5 他说主委握有这个委员 没有的行政人士 还有排案与组织会议等资源 所以导致整个内部的运作都倾向是这个首掌制 所以呢他们两个人是很有报复跟理想的啦 所以绝对不像外界这么讲的 但是现在大家就想问啦 如果你们真的那么有报复跟理想 而且你们觉得你们就是那个中立的那一方 所以大家就问了说 那当时你这个关中天新闻台的时候 换照过关 为什么这件事情你们两个都不回呢 网友就说啊你现在才想洗白 已经来不及没有用了啦 啊问到中天问题你就不敢回 可见这个水很深哦 甚至深到可能都能动摇国本了 领完钱才能说实话 真的是这个人未才死啊 那现在呢NCC的人士呢 也是整个停在那个地方嘛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NCC主委 是改由这个被提门前副主委 翁伯中来代理哦 所以现在呢很多人就这样讲说 那到底NCC的运作是 都是政府来把关呢 就是政治升到这个独立机关里面了嘛 那这个王维津他有提到说 这个事务官出身跟政界啊 跟业界都太熟悉了 他们容易就会变成这个服务政治界 那他在指谁呢 他没有明确的讲出来 所以他说这以及这个 服务部分业者的主委呢 NCC自此啊 可能真的不要再享有这个 独立性与公正性 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 把这个人联想起来 是在只现任的这个代理的主委 翁伯中呢 那这样子到底接下来 整个内部NCC又怎么运作 这个国民党立委洪梦凯就有讲到说 现在两个人呢 有一整个任期 他就在批评他们啊 过去这个四年中 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阻止 这个侵害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事情来发生 不过呢 你选择的是沉默哦 所以当扼杀新闻自由的帮凶啊 后来任期到了 现在才写这个自白书 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有点太过廉价了呢 那另外呢 同党的立委赖世保 他有针对这件事情来回应 他说这两个人的所谓自白 现在看起来格外的讽刺 而且没有意义哦 而且还是在体制内 当这个筷子手 包含呢 刚刚有提到 他们问都不回答这件事情 关中天 还有包括这个其他打压新闻自由的行径 同时也让NCC的独立 跟客观的角色呢 现在显得更为的讽刺 等于就是坐实了 对外NCC不是独立单位 而是只是用这个执政党 用来钳制媒体的工具观感哦 所以现在面对这个人事案的问题 其实不止NCC哦 还有考试院 现在都摆在那边呢 感觉就是没有人要处理嘛 那面对这个人事问题呢 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 他们又怎么说 还有民众党呢 国民党就讲说 这个民众党团呢 是拖延啊 所以意思说 问题都在那个绿营身上 才没有办法召开临时会 所以势必要等到下个会期 那民众党也有讲说咯 这周呢 党团他们会针对这个NCC委员 还有包括这个考试会 考试院的这个委员的人事案 来这个同意权进行讨论 现在就是要看这个 蓝绿白三党 要怎么去协调他 所以面对NCC这个问题呢 我们又来请教这个大谦歌了 大谦歌 刚刚我们刚刚听到这个 包括之前我们先看到 他们第一次在卸人的时候 这个自白性 那时候其实就发生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其实大家就去追问 那你当初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理由基准 去关掉中天的 那现在他们又出来说话了 有点想是 可能是最近被骂得太凶 他们想要开始继续来洗白 所以他们现在这些 不管是自白性 或者说他们来讲自己 到底是不是中立这件事情 其实就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 大谦歌你认为 那他们现在两个人再次的这样对外发声 他们的用意到底什么 那他们当时真的就是投票这个关中天 你认为过去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现在你再拿出来说 到底对他们这个中立性站得住脚吗 我想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不乏出现这样的这个政治人物 或者是现任官员 就是永远在你离开的位置之后 你的良知才忽然出现 这种迟来的良知 某种程度来说 其实无济于世 那么虽然有人说聊胜于无 但是问题是 大家更期待的是 你们这些人的良知 为什么不在你当时有权力的时候就能够有所坚持 在你真正手握权力 真正能做些事情的时候 你不伸张正义 你不坚持良知 然后在你离开的位置之后 你才放马后炮 才讲这个过去的状况是如何如何 自己是这个如何的坚持 其实大概很难让大家接受跟相信了 那么更不要提到说 如果你们两位真的是如你们所说的 永远都2比5 那关中天当时也应该是2比5 那很多民进党借由NCC来打压媒体 来钳制媒体 来恐吓媒体的大大小小的事件的时候 也都应该2比5 你们都坚持了吗 如果今天你们可以出示你们的投票记录 告诉我们说 那个时刻一路走过来 这四年你们都是2比5 你们都是坚持的 甚至你们可以在这个内部的会议记录留下来少数的反对不同意见 因为我们在公家机关在立法院这个待过这么多年 我们知道政府体制里头很多委员会的会议里 不是都通通都只有一种声音的 所以有一些采取不同立场不同看法不同意见的这些委员会要求 留下他们的反对意见书 就我反对 所以你必须要把我的记录留下来 作为将来的这个历史的证明 证明我反对这件事 那你们好歹可以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在关中天这件事情上你们有发表过反对意见吗 在表决上你们是2比5吗 那如果都不是 在过去那四年毫无作为 随波逐流 不管你心中有多么不满有多么不爽 你也不敢表达出来 然后你现在忽然来了一个这个迟来的告白 然后宣扬了你心中的良知 说实话这个台湾的民众没有这么容易买单的 就是这种廉价的告白方式告解方式 恐怕很难会得到大家谅解 但是从这两位委员的谈话内容 其实不难让大家再一次印证了 这就是NCC NCC就是民进党的东厂跟锦衣卫 NCC现在就是民进党用来钳制媒体 打压媒体 让台湾只剩下一种言论 一种颜色 一种声音的单位 就这么简单 这就是NCC 在民进党的手上 已经没有任何一个独立机关 是独立机关了 检调司法监察院不是独立机关 NCC不是独立机关 通通都是可以让民进党如必实质的 执行它的政治意图跟政治任务的单位了 这就是现在台湾的状况 这也是我们台湾民主的悲哀 确实就像大千哥讲的 现在不管是他们在先任当时的自白信 还有现在再次出来说的这些所谓中立的话 台湾民众似乎要买单 我们还要再观望一下了 接下来是非常谢谢大千哥在我们线上的分享 我们下次见 谢谢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